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咱们这个频道测试和拆解过联想家的140瓦和20瓦的充电器 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应各位老铁的私信 今天测试这一个联想的105瓦的三口淡化价适配器 这个充电器我是在海鲜市场淘的 毕竟便宜一点吧 你们想看的我尽量安排 咱们这个频道现在还是入不敷出啊 做自媒体真的很费钱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现在是靠你们的鼓励和支持 再坚持的做下去 这个也是我的个人兴趣所在吧 喜欢我的频道记得点点关注 点点订阅 咱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这个联想105瓦的淡化价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白色的包装 这里有一个小新105瓦三口淡化价的标识 充电器的实拍图片 联想的标识 盒子的侧面淡淡的紫色的色调 背面的话规格信息条码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 盒子内部充电器和数据线 放置在这一个白色的环保材料的卡座里面 充电头本体 数据线本体 内部还有一个使用说明书 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 充电头的外部附了一层膜在上面 我们把它撕掉 三个侧面都做了倒角的设计 充电头三个充电口 内部的舌片都是黑色 两个Type-C口 一个USB-A口 这上面有充电的瓦数的标识 印在充电口的下面 折叠插角的设计 这个是白色的双C数据线 附赠一个魔术扎带 充电器连数据线 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是297克 去掉包装盒的重量是245克 单充电头的重量是207.5克 单数据线的重量是37.4克 充电器的宽度为66.4毫米 连插角的宽度82毫米 充电器的高度66毫米 厚度则是30.6毫米 白色的双C线 上面有100瓦的标识 这里还有一个联想小新的标识 这一面也是一样的 数据线的直径是3.8毫米 护套的宽度12毫米 护套的高度20毫米 连底部防折端部分30毫米 数据线的长度为1.5米 大概多了10多毫米 这根线材跟联想C140的线材比起来 确实是小了一圈 这个是100瓦的 这个是140瓦的 充电器的规格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上面有产品的序列号 联想的标识 小新105瓦三口淡化价适配器 型号为XX105G1 输入规格是200-240V USB-C1口输出最高功率100瓦 C2口输出最高功率30瓦 A口输出最高功率20瓦 这下面是多口分贝的情况 我们后面再测试 三口输出总功率不超过105瓦 这里写了一个 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和使用 也就是说它不支持全球电压 这边是二维码信息 循环10年 不要扔向垃圾桶 室内使用 四类电子产品的标识 双路绝缘 3C认证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充电器和数据线的外观部分 我们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测试部分的内容 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联想小新 三个充电口 它所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啊 充电器能支持好多的协议 但实际的兼容性的话 肯定是有差别的 我们先来测它的协议 然后再来测试 这个充电器的兼容性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20W的Echo 它所支持的充电协议 有高通QC 5V 9V 12V 3.6-12V 华为FCP的5V 9V 12V 最高功率24W 华为SCP的3.4-12V的20W 三星AFC 5V 9V 12V 最高功率也是24W 展讯的SFCP 这个DCP SAM和Apple 2.4 三个基础功率 这个是它30W的Type-C 2口充电协议的情况 有高通QC3加的 5V 9V 12V 20V 3.6-20V 华为FCP的最高24W功率 华为SCP的最高22W功率 三星AFC也是最高24W功率 展讯的SFCP 然后就是PD3.0的一个30W 还有PPS QC4加 PD3.0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 最高20V 1.5A 也就是30W PPS档位有一个5-11V的3A 33W的PPS 然后基础功率的话 也是DCP SAM Apple 2.4 三个 然后这是这个充电器Type-C E口100W的充电口的 协议的情况 高通QC3加 华为FCP 华为SCP 三星AFC和展讯的协议 这前面的协议跟Type-C 二口的协议是一模一样的 不一样的就是PD 这个是PD3.0的100W PPS QC5 PD3.0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 最高20V 5A 100W 然后有一个PPS 5-20V的 5A也是100W的PPS 基础功率 同样的也是三个 DCP SAM和Apple 2.4 这个充电器的充电兼容性 我们先从小米手机开始 这个是自充功率 67W的红米Loto 11T Pro 首先我们看Type-C E口 显示快速充电 正式功率在45W左右 启动的是PD3.0的9V3A的档位 Type-C二口 一样的可以启动快速充电 这个启动的是PPS的档位 正式功率可以跑到24W左右 这个比Type-C E口的功率高 这部手机是荣耀60 以它来测试华为手机的兼容性 首先是Type-C E口 只有一个单闪电的充电标识 这个正式功率的话 没有多高啊 大家自己看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Type-C二口 Type-C二口也是单闪电的充电标识 实际功率的话 跟Type-C E口是差不多的 我们再来看USB-A口 可以显示超级快充 正式功率可以跑到19W的样子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Vivo S18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率有多高 首先是Type-C E口 可以启动Vivo的闪充标识 正式功率的话 可以跑到28W的样子 我们再来看Type-C二口 一样的可以显示Vivo加的闪充标识 正式功率在22W的样子 比Type-C E口要稍微低一点 对于蓝厂的手机 两个C口都可以启动PPS快充 这部手机是绿厂的Rino 12 首先是Type-C E口 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 实际功率的话只有13W 这是Type-C二口的情况 也是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 实际功率跟Type-C E口一样啊 也只有13W左右 反倒是绿厂的正我的手机的话 它的功率就高多了 首先我们看Type-C E口 直接启动PPS快充 其实功率在26W左右 我们再看Type-C二口 一样的可以启动PPS快充 正式功率跟Type-C口一样 也可以跑到267W 绿厂本身自己的品牌 OPPO的 它是支持不好的 然后这一个的话 正我的手机倒是把PPS兼容的比较好 这部手机是荣耀300 我们来看一下它支持的情况 首先是Type-C E口 只能启动超级快充 这个正式的功率的话 是没有多高的啊 正式功率大概在18W左右 我们再来看Type-C二口 也是启动了超级快充 正式功率也在18W左右啊 跟C一口是一样的 A口的话 我估计也是这个情况 特意的换了几根线材来测试 它的功率的话 也是一样的 它启动不了PPS的快充 充电器内部的 SCP和FCP 这两个协议 跟PPS协议起冲突 造成的 这一部手机是三星的乐陀石家 我们来看Type-C一口 显示的超快充电2.0 实际功率的话 可以跑到45W左右 我们再来看Type-C二口 显示的是超快充电 真实功率的话 也可以跑到45W左右 我们再来看USB-A口 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 真实功率的话 也是45W左右 这个充电器的兼容性 大家都看到了 它对蓝场的手机 兼容的是最好的 然后就是苹果手机 这个不用说 因为它是PD的供满协议 我们实际充电的话 就采集这两部手机的充电数据 然后对它进行烤机测试 蓝场的S48 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从6%的电 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46分钟时间 充电速度非常可以 大家看一下前面的功率 最低的时候 30W 最高的时候 可以飙到35W 然后在90%的时候 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45分钟就充满了 这个手机电池是5000毫安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的温度在42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在16度左右 PD协议充电 这个苹果13 Pro Max 还有14%的电量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 这个13 Pro Max 已经充到95个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我们只看充到80的曲线图 就可以了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功率是12瓦的功率 一共持续了16分钟时间 后面就涨到最高21瓦的功率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下降到14瓦的功率 充了大概9分钟左右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又下降到9瓦左右的功率 充了15分钟时间 就充到80% 然后电压就降为5V的基础功率 从10%几的电 充到80%的电 这个手机一共用了 一个小时06分钟 充电速度的话 可圈可点 我们来看一下 充苹果手机的温度 这个是对它没有考验的 最高温度也就是29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适量的温度在14度左右 现在是这个充电器 100瓦烤机的状态 现在的功率已经稍微降了一点点 96瓦的功率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真实功率 98瓦的功率 一共持续运行了 一小时45分钟 然后降了几瓦的功率 现在是96瓦的功率 这个功率还是非常稳定的 我们看一下温度 大约在50分钟的时候 这个温度就基本上就已经稳定了 最高温度在57度的样子 同时我们也用热像仪 检查了一下它的表面温度 表面温度为60度 其中充电口的温度为72.2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是13度的样子 现在是这个充电器 60瓦烤机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54瓦的功率输出 一直在平稳的运行 运行了大概一小时15分钟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的时候是46.8度 我们用热像仪采进来 最高的时候是51.7度 充电口的温度55.8度 这个60瓦的功率运行的话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也是13度左右 这个连向小新105瓦充电器 它的多口功率分配是怎么设置的 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 C1口我们启动它的100瓦大功率 然后我们接上C2口 没有断连 功率的话降到了65瓦 这边的话就是PD30瓦 这次我们先启动C2口的30瓦 再接上USB-A口 一样的没有断连 25瓦纹丝不动 这边的功率的话 直接顺利的启动到PD的65瓦 C1口加USB-A口的情况 我们先启动C1口的100瓦功率 我们再接上USB-A口 不会断连 功率也是先迅速的下降到65瓦 这边就是20瓦的功率 C2口加USB-A口的情况 我们先启动C2口的30瓦功率 再接上USB-A口 接上的瞬间 C2口是纹丝不动的 没有断连也没有降功率 这边的话顺利的启动到20瓦功率 C1加C2加A口 同时使用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先启动C1口的100瓦功率 再接上C2口 接上的瞬间不会断连 功率的话马上就降到65瓦 这边启动30瓦 我们再来接上USB-A口 接上的瞬间都没有变啊 没有任何变化 A口走的15瓦的功率 5V 3A 15瓦 总功率105瓦 这样测试下来就证明这三个充电口 都分别是独立的降压电路 后续的话我们拆解看了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100瓦的线材的基础数据 用仪表读出 E-Marker芯片信息 被动型数据线 联想的方案 255A 100瓦 最高功率啊 传输速率的规格 USB 2.0 然后这下面则是版本信息 这是这根线材的内组的情况 183毫哦 这个数据的话就不怎么好看了啊 数据线的压降值的话 我们测试5V和15V的情况 现在是5V1A 压降值为0.18V 5V3A的情况 压降值为0.53V 15V1A的情况 也是0.18V 15V3A的情况 一样的啊 0.54V 20V3A 60瓦功率输出 这边输入的话就是58.7瓦 丢失功率1.5瓦左右 20V5A 100瓦功率输出 这边的话就是95.7瓦 大概丢失功率4.5瓦的样子啊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 在220V50Hz状态下的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 首先是测试它的待机功耗 我们稍后就是测试它的输出文波 在220V50Hz交流电的状态 插电的浪涌功耗是5瓦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220V的待机功耗为0.8瓦的样子啊 5V3A 15瓦功率的时候 220V输出19.2瓦 这边直流输出16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3% 9V3A 27瓦功率 这边输出都是28瓦了啊 220V输出32.7瓦 这边直流输出28.1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6% 12V3A 36瓦功率 这边直流已经输出到37.1瓦了 220V输出42.3瓦 这边直流输出37.1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8% 15V3A 45瓦功率 220V输出52瓦 这边直流输出46.2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9% 这个很明显是带现存补偿的啊 20V3.25A 65瓦功率 220V输出72.9瓦 这边直流输出66.4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1% 25V5A最高功率的时候100瓦 220V输出111.5瓦 这边直流输出102.5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2% 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个充电器最关键的数据 就是它的交流纹波控制的情况 三个充电口逐一测试 首先我们来测试Type-C1口的纹波 5V3A 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74毫浦 平均纹波在44毫浦左右 9V3A 27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88.2毫浦 平均纹波在54.7毫浦左右 12V3A 36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80毫浦 平均纹波56.5毫浦左右 15V3A 4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86.7毫浦 平均纹波58.2毫浦左右 20V3.25A 6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89.4毫浦 平均纹波在56毫浦左右 20V5A 100毫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97.8毫浦 平均纹波在59.5毫浦左右 大家看这个纹波跳得很厉害 我把这个纹波再放大看一下这个波形 放大到5.1毫秒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纹波大概的样子就已经出来了 这个纹波不稳定啊 这是纹波放大过后的样子 它纹波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128毫浦左右 我们现在来测试Type-C二口的纹波 5V3A 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29.8 也就是30毫浦吧 平均纹波在17.9毫浦左右 9V3A 27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43.2毫浦 平均纹波在39毫浦左右 C二口的纹波比C一口的纹波要稳定很多很多啊 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 12伏2.5A 30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43.3毫浦 平均纹波在38.4毫浦左右 15伏档位也是30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40.3毫浦 平均纹波35.8毫浦左右 20伏1.5A也是30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35.7毫浦 平均纹波在31.3毫浦左右 再给大家放大一下这个纹波啊 跟刚才一样放到5.1毫秒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波形跟C一口的波形完全是两个样子啊 放大到5.1毫秒 也就是41毫浦左右 现在我们来测试 USB A口纹波的情况 5伏3A 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27.4毫浦 平均纹波25.3毫浦左右 9伏2.2A 也就是20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39.7毫浦 平均纹波在36.937毫浦左右 12伏1.66A也是20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46.8毫浦 平均纹波在39.940毫浦左右 这个充电器三个充电口测试下来 它的纹波都符合国标规定的范围之内 没有超过200毫浦的标准 C2口和A口的纹波比较优秀 Type-C1口的纹波的话 它这个波形跳动有点厉害 总体来说这个纹波还是合格的 这个联想105瓦单化夹充电器测试数据 全部测完了 大家觉得这个充电器如何 它的兼容性谈不上很好 毕竟它是没有UFCS融合快充协议 PBS协议也是没有做好 只是PD公买协议的设备和蓝厂新款手机的用户 我可以推荐购买 其他品牌的用户的话三思而后行 这个充电器效率很高 纹波输出合格 烤机的功率也是持续稳定的在输出 也算是不错了 总结数据我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 喜欢我的视频的 喜欢咱们这个频道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还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点点订阅 谢谢各位老铁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